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變成中國的一部分 美國報答就是 China、瓜胡、台灣 台灣當然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還有什麼好爭辯的 來 這個是荷蘭更嚴重 你知不知道 比利時、法國 他們的Visa申請 我們點選進去 Country這個國家的選擇裡面 都沒有台灣 你也知道嗎 法國也沒有 比利時也沒有 你知道嗎 我現在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在查 你都不知道嗎 法國也沒有 那個Visa申請裡面 點選也沒有台灣 德國是有台灣 但是你點選進去 Safe儲存了以後 自動跳街成為中國台灣 那法國跟比利時是沒有台灣 所以你就必須去找 找說那台灣在他們的外交部 是列在哪裡 回去找給我 那荷蘭也沒有 所以本席現在呢 荷蘭下去找 外交部找出來了 你知不知道荷蘭官網裡面的 外交部的官網裡面 把台灣放在哪裡 荷蘭的 我現在問荷蘭的 歐洲市市長有沒有在 來 荷蘭的外交部的官網 把台灣放在哪裡 嗯? 你知道嗎? 這部分我沒有上去看 所以嗎? 整個外交都休克了 就點點坐在那裡 蛤? 都不知道喔? 你都不知道耶 你曉不曉得當初德國的時候 你們報紙是怎麼講? 報紙是說 那是管委員不曉得是什麼個案 啊我們問了這個住在 住在國 住在國的領事館 告訴我們說沒有這種事 所以我只好把網頁秀給你看啊 那荷蘭呢? 荷蘭在外交部的官網上 把台灣放在哪裡? 你們也不知道啊 我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 剛剛委員提到這個 德國簽證這一部分喔 德國的簽證呢 是在4月19號以後呢 開始現場實施簽證 如果是5月份的時候 自由時報播出來 自由時報報出來的時候 自由時報問你們 你們說 我們特別跟住在國 跟德國辦事處問 辦事處說沒這個現象 可是人家4月19號就已經是這樣了 不是這樣子喔 這個5月23號 來啦!你不要跟我爭辯德國啦 德國已經處理過了 我現在只需要看你什麼時候改回來 我現在要問荷蘭 來荷蘭 其他的歐洲駐華的代表機構 他們都還沒有實施線上 好! 線上申請 有啊!線上申請上去那個 現在只有德國只是線上申請 但是至少法國跟比利時 我們在網絡上都已經看到表格出來了 在表格裡面點選國家選擇沒有台灣啦 回去處理啦 我講的都百分之百正確啦 不要懷疑啦 我現在問你荷蘭啦 來啦! 荷蘭的外交部官網把台灣放在哪裡啦 我剛剛已經講 我沒有上網去看到荷蘭的官網 所以外交這樣做 就不行啦! 謝謝管委員告訴我們這些事情 我們會馬上去處理 好!馬上處理嗎? 就放在China下面嗎? 台灣放在China下面嗎? 因為這一類的事情把我們名稱啦 放在北京 放在澳門 放在香港 放在上海的下面 最後一個 叫做Netherlands Trade and Investment Office 台北 對不起喔! China下面的最後一個 就是 Chinese Taipei Office 就是台北辦事處 荷蘭駐台北辦事處 在外交部的官網裡頭 是把我們跟荷蘭駐北京辦事處 駐澳門辦事處 駐香港辦事處 駐香港辦事處 駐上海辦事處 並列 放在最後一個 列在China的下面 回去處理好不好 立刻交涉 我已經問了好幾天了 你們都答不出來 跟會員報告 剛剛您提的是 是說 我們的辦事處 列在 荷蘭駐外機構裡面 還是說 荷蘭駐華的 代表機構放在 荷蘭駐華 那其實這部分呢 我們也有 透過代表處 跟荷蘭外交部做過交涉 去處理 還有歐洲這些國家 點選不到台灣的 趕快全面去清查 在全世界 全世界現在是 此其彼落遍地開花 台灣被矮化成中國的一省 越越有成績 公委 謝謝你告訴我 我們會努力 我們會幫忙 我們會幫忙 但是外交部 不能沒有這個小組 處理官方的部分 好不好 官方的部分 你們負責 民間的部分 我們來幫忙 像網友友 我們一幫忙 他改了 那個都是我們民間在做的 謝謝 我們跟網友一起去處理的 謝謝 麻油有改了 像上次CNN改了 也是我告訴你們的 現在 但是官方的部分 外交部不能沒有一個小組 專門在處理 好不好 另外 最後一件事 部長 回去把你們的新聞稿改一下 新聞稿不要罵委員 你剛剛說謝謝委員告訴我 上一次呢 上一次這個溫哥華 冬季奧運的事情 我在這裡講的時候 部長的答詢 我唸一遍 部長的答詢 我講溫哥華奧運 我們被癌化成為台灣 中國下面的時候 你說 其實跟委員報告 這個是我們的議事錄 我同事告訴我 我們並沒有知道這份資訊 我謝謝你告訴我 我們會去了解 好不好 這是你當時說的 結果你們竟然5月27號發文罵我 說你們外交部早就知道了 管委員在資訊不充足的情形下 記者會中 對本案所提出的誤會陳述 外交部表示遺憾 何必呢 我補重說明 自動間可能有誤會 因為這個事情發生是在1月25號 我知道 但是你當天在這裡答詢不知道 對那個時候我真的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嗎 好啊那我沒有說錯啊 對所以我當時就謝謝你 回去把信號告改一下 不不我跟你報告 我25號知道以後 我知道以後馬上去查 25號他們登 對啦 下面有處理啦 第二天我們馬上去處理啦 好這很簡單 第二天26號他們就登登過來啦 但是質詢當天 部長不知道對不對 那部長不知道說謝謝我 那我留著的印象 當然是部長不知道 你們沒有跟我解釋說 其實下面有處理 只是沒有跟部長報告 你們不做解釋 竟然發現我搞 竟然發現我搞 竟然發現我搞公開罵委員 來來來 回去改掉這一段 蛤 蛤 還說什麼管必領委員 什麼資訊不充足 蛤 我說我質詢的時候 部長不知道 部長你先回座 部長確實不知道 等一下啦 部長你先回座 你超過六分鐘啦 你知道嗎 我醉啊 你不保障委員的質詢權 我一直忍耐忍耐 給你方便 你超過六分鐘啦 你只要約錯嘛 不是啊 沒有 六加二 要這個多給他啦 你現在已經超過六分鐘啦 不可以這樣 因為 我跟你講 我同意 有些委員會 我們當然不是貴委員會的委員 我們不是貴委員會的委員 那我不知道 哪個委員會的作風 跟委員會的委員也是一樣 不然你已經超過六分鐘 現在將近七分鐘啦 沒有錯啦 我是跟主席報告一個狀況 質詢只剩下最後一句話的時候 你這樣做就是包庇他 不是啊 我已經給你講啦 講他你一直問下去沒有停啊 他只需要問一句話就好 他只需要回答這句話就好啊 我主席很難做啊 因為部長確實質詢的時候 根本完全不知道啊 時間一到超過幾秒鐘 時間到不可以 我們不會這樣啦 那我可能很惹性 這個部分沒有錯 我非常惹性的 可是我就是告訴主席 對不對 我就是報告主席 已經剩下最後一句話的時候 你這樣我當然覺得你是在包庇 不是啦 你已經超過七八分鐘啦 哪有一個人質詢可以這樣子